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男生一天天再长大 一天天长成大英雄 妈 您让开点 烫 烫啊 让你在厨房帮帮忙还不够添乱的呢 您就别抱怨了 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呀 看来呀 这回杨帆妈呀 一定是遭罪了 她平时娇生惯养的 哪受过这样的罪呀 她能坚持到最后 已经是奇迹了 杨帆 动作利索点 一会儿你妈妈看到你的猪窝 别说老爸不保护你 知道了 你知道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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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 好 来了 嘟嘟 走 我来吧 你歇会儿吧 这么多好吃的 注意你的口水 留到菜里 给你妈妈打一个电话 问问他们单位的车到哪了 这孩子 来 都都 接着 喂 妈妈 妈妈 你什么时候到 妈妈 我好想你 爸爸和奶奶都忙了一下午了 做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菜 把我和都都都给馋坏了 你问问你妈 到了吗 要是到了 我就赶紧把汤做上 妈妈 奶奶问你什么时候到 奶奶好去做汤 知道了 妈妈马上就到 您路上小心 妈妈说马上就到 我赶紧做汤去 我还差一个凉菜 我也要告诉妈妈 我刚才收拾了一下客厅 妈妈回来了 我去开门 怎么都愣着 快进屋吧 请进 来 小亮 别拘束 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老婆大人回来了 一路辛苦了 在妈呢 我在这儿呢 汤做好了 洗手吃饭吧 这是谁呀 妈 这是小亮 是我们这次西北学习 那个村子里的孩子 小亮 这是奶奶 奶奶好 好好 小亮 我给你介绍一下 叫他叔叔就可以了 叔叔好 你好 你好 杨帆过来 小亮 这就是我常提起的那个调皮大王杨帆 你好 什么调皮大王 那叫创意 你好 重新介绍一下 本人杨帆 金牛座 你可以叫我高手杨帆 或简称高手 你好 俺叫亮子 阿姨叫俺小亮 都别站着了 饭菜都凉了 哦 对对对 快吃饭吧 来小亮洗手吧 这是干啥 好 香豆啊 洗手用的 香 不用了 俺在身上蹭蹭就中了 这就是擦手用的 小亮杨帆吃饭喽 哦 来了 来 来 过来小亮 你就坐这儿吧 蹲着就行了 今天你就坐这儿 尝尝叔叔的手艺 谢谢叔叔 吃吧 多吃点 小亮 你怎么了 快吃啊 俺爹啊娘啊 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多的好菜 还有 俺爹说他从来都没有吃过白米 吃吧 小亮 这次我们异校去的是大西北最偏远的山区 小亮的家乡非常的贫困 他们那里常年没有雨水 田间地头根本无法种任何的农作物 嗯 嗯 这情景我见过 当年我们医疗队支援大西北 那儿除了黄土高坡就剩人了 妈妈 真像奶奶说的那样吗 是啊 我们刚到那里啊 真的是下了一大跳啊 没水没电的 小亮他们全村人一到天黑就去睡觉了 我们这些教师对这样的生活还真是无法适应 那他们是不是不用写作业了 小亮他们那儿根本就没有笔合本 哦 全村就一所学校 当时啊我们还庆幸 还好还有所学校 可我们过去一看啊都傻眼了 妈妈快说呀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妈妈 杨帆的故事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嗨小朋友们下集再见 小小男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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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小小 野天天大英雄 一天大英雄 有 好 啊 嗯 哦